台湾彩虹爱家生命协会今天来到石门区公所进行演出 希望透过戏剧的内容让孩子能够学习到知错能改的勇气 主办单位还邀请学生们共同参加演出 希望让他们从戏剧里面体会到爱与包容的真谛 台湾彩虹爱家生命教育协会每年都会带来一部戏剧 来为北海岸的学校学生演出 今天来到石门区公所集合石门区国小学童 演出Dr.莱尔的神奇百科 希望透过戏剧的内容让孩子学习知错能改的勇气 以及学会用爱去包容身边有犯过错的同侪 为校园增添更多的祥和与快乐 我们今天这场戏叫做Dr.莱尔的神奇百科 那莱尔就是说谎的意思 那整幕戏的过程当中呢 他一直在呈现的就是说 我们有时候难免会犯错是不得已的 我们都需要别人原谅 所以在整幕戏的过程当中 他一直穿插出来 就是希望透过这出戏让孩子看到说 当我们做错事情的时候 我们需要别人原谅 同时呢我们也可以去原谅别人 在今天的戏剧演出中 最引人注目的不仅仅有剧情 还有九位的演员中 有七位是学生演员 而且还是来自北海岸当地国小的孩子 从金美国小三合国小到老美国小都有 参与戏剧的出演 孩子从陌生到熟悉 更加也深刻的体会剧中爱与包容的整体 在这个当中我们的确看到孩子 他们彼此是不认识的 刚开始彼此是不认识的 可是在这个演戏的过程当中 我们看到他们怎么样的投入在这个戏剧当中 然后也从这个戏剧当中去学习 去包容跟接纳不同特质的同学 也学会互相的原谅跟饶恕 孩子的最大改变其实就是自信 因为孩子是第一次参与这样剧团的演出 而且第一次在舞台上的表演 那刚开始孩子其实是很紧张 但是后来他们是渐入佳境 像今天早上就是孩子主动要求我来 欣赏他们第一次公演 那下午在我们学校有第二场公演 那我也希望说孩子的表现会越来越好 那也很谢谢彩虹妈妈给我们的这样的一个机会 金美国小的孩子是学生演员中最大占比 为了今天的演出还提早邀请校长 一定要来到现场为他们加油打气 而金美国小校长表示 很感谢彩虹剧团给予孩子演出的机会 透过表演练习孩子们有更多不一样的学习 借此也建立孩子的自信心与包容心 记者拉平和石门采访报导 请不吝点赞订阅